大威德天天晨报 2023年6月28日周三 长春藤100专业规划督导 助力孩子们步入顶尖名校 社团简讯 本周六7月1日是加拿大国庆节 所以本周所有社团活动暂停一次 大家好好休息 欢度佳节 同时准备参加周日的剑走活动 大威德登山队 本地剑走活动 28公里唱走 湖光山色 初级家常 将于本周日 7月2日在北温斯易墨山谷地区进行 小伙伴们可以到各个登山群报名参加 健康生活走起来 省府宣布拨款1000万家元 给BC省水电公司 免费给低收入长者提供8000台空调机 尽管6月份下了20毫米的雨 本省仍然进入创纪录的炎热和干旱季节 为了不要重蹈2021年热穹顶 死亡600多位老人的灾难 省府继续加大力度 提供降温设备和防暑措施 不仅仅提供免费空调机 而且会继续开放社区降温中心 在天气最热的时候 各个社区可以接长者们和体弱多病人士 前去降温中心避暑 温哥华当趟东端的社区 也要求免费空调 认为弱势群体也需要降温 专家表示 BC省政府应该拿出更有效的计划 来应对恶劣气候变化 如果装空调机 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选择的话 单单依靠水电发电 恐怕存在相当大的能源风险 跟人类社区太接近的熊熊都被消灭了 仅仅去年BC省就人道毁灭了500头黑熊 野生动物保护协会 希望各级政府可以行动起来 积极宣导管理垃圾 取消喂鸟器 以及果树的种植等等 以减少人熊冲突的机会 除了温哥华都会区北部山区各城市 会经常看到黑熊进村以外 BC省中部的乔治王子成 以消灭32头的布光彩记录 名列2022年灭黑熊第一社区 据央视网报道 6月28日是成都第31届世界大学生 夏季运动会倒计时30天 火炬传递第5站在四川宜宾举行 长春藤100专业规划督导 助力孩子们步入顶尖名校 大威德天天晨报 由大威德登山队社团 和德国PM全校营养素NIKI团队特别支持播出 至少